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为创新的传播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关村是12年的6月 当时是中关村汉海科技园开始 现在已经在Los Angeles 在德国 在加拿大 都有真的是国际化的局面逐渐地打开了 所以王总给我们讲一下 那个时候到现在你大概做了些哪些事情 因为汉海的国际化 应该说我们准确地说 应该从2011年开始 那么第一个园区就今天我们在做这个园区 在三号赛中关村汉海硅谷科技园 那我们陆陆续续的到今天为止 已经在营业的或者运营的或者筹业的 已经6个园区 其中我们的硅谷有三个园区 那么这个园区叫中关村汉海硅谷科技园 那么第二个园区就和资博合作的一个 叫资博汉海生命科学园 也就是去年6月1号已经正式开运营 那么第三个园区就和旧研论大学 QB3合作一个园区 现在已经也在运营中 那么第四个园区就是我们去年7月11号 在德国的蒙尼黑 做了一个专注于贤金制责业方面的园区 现在已经也在运营 那么我们有两个园区在积极筹备 第一是在加拿大多伦多 要建一个中加创新服务中心 也在积极地筹建 运营所之中 那么我这次来到美国 我们是一个梦想 我们在好莱坞 建一个也是中国首家文化产业院 那这次呢我带了股东来 也去考察投资 那这个目标呢争取今年上半年 在多伦多园区和洛杉矶的园区 能够可以运营 那如果按正常的速度 预期梦想实现的话 一个汉海 先后在美国 在德国在加拿大 已经有六家园区 那通过了园区的建设 能达建一个中美 中加中德 那么科技文化交流的平台 王总我听你一口气 数了这么多个 你的梦想真的很大 你下一步有什么梦想呢 这个汉海的梦想确实很大 我说一个人一生中 做一件事情 就不得了 但是呢 我觉得实际上这么多事情 应该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科技园区建设 我的梦想 未来汉海 要把整个园区 开到全球去 在每一个国家和中国 这些经济往往的地方 我也把园区开到那边去 让中国的企业 通过这平台 我们就一直这样走出去 让国外的企业 通过这平台 走到中国来 真正打击一个 中文经济 科技 文化 等等方面的 全方面的交流 就是把中国的园区 开到世界各地 然后搭建一个 全方面的一个交流 你现在我刚听你讲的 这六个园区 在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实现的 应该说 第一呢 这个得益于 两边政府的支持 你如果在美国 在美国 比如三号赛 从议员市长 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 顶利支持 我们国内的 各方面的 也得到顶利支持 那么第二 我们的合作伙伴 顶利支持 我觉得能够 聚集的社会 各界的顺利 因为这个事情 应该说 我觉得 有利于两个国家 的经济发展 有利于 企业的发展 特别是科技复发器 有利于 创业初期的企业的 能够一个稳步 迅速的成长 能够给他们 大家一个 稳定发展的一个平台 我知道中国政府支持 但是美国政府支持企业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你刚提到 三号赛政府 他们给你提供 什么具体的支持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 这个去年 在这么举行活动 我们这个 这个三号赛市 我们一个市长 当时滑雪 这个不小心 帮我这个脚本上 我其实 这个逐双管来 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那次正好在看到 这个确实 我非常感动 对 非常感动 也是推荐 美国投资 推荐三号赛 也是给我们 这个做平台的 所谓投资者 有点感动 也感动了 我们上次来参谈会的人员 那么这是我觉得 我觉得政府的支持 我觉得当然不仅是资金 更重要的这种 暖环境的支持 特别是我们在 这个三号赛投资 得到了很多 暖环境的支持 你觉得他们 为什么支持 你看中的是什么 那我就首先 应该我们能够 能够给当地 带来安置就业 能够当地 能够给予来水收 能够扶持 当地的 这个企业发展 也带动 整个区境的发展 那我觉得这是应该说 这个当地政府 应该支持的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你给当地 当然带来的税收 就业 这些种种的方面 你是觉得是 你是 就是怎么样 给当地带来的 这些具体的 这些帮助的 一个比如说 我来三号在置业 首先 我也缴防染税 比如我们复制企业发展 我们的企业 将来要缴税收 那么第三 我们要在当地 安置 这个区域的就业 等等 那我觉得 整个对 整个区域的发展 经济发展 应该如果安置就业 那我觉得都能 都能起到一个 很好的所有 其实呢 你刚刚讲到 这个全球化 其实每个地方呢 其实都有它的一个 地方特色 比如说你来到硅谷 有硅谷的文化 你到德国呢 有德国的一些 具体的情况 到了加拿大 又是不同的情况 你怎么适应 这样的地区变化 包括LA跟这个 硅谷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一个 对团队呢 我有两点 我第一呢 我就是要 中国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 上下的传统文化 那么第二呢 要尊重 你不要到美国来投资 大家的投资 我们要尊重当地的文化 要路相随俗 然后第二呢 我们要 这个我叫 要传承中国的文化 尊重当地的文化 按当地的规则 按当地的法律办事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企业 才能够长久 传承中国文化 尊重当地文化 那你具体在 传承中国文化上面 你怎么做的呢 你比如中国文化 应该上线文化前线 比如说诚信 尊重 这个敬业 这个威廉普世 当然还有很多的 这就我觉得 中国传统文化 那有些很多的 积极和元素 凡是人心中美好的 我相信到了哪里 大家都是 都是赞赏 都是能够去接受的 那你有没有遇到 什么挑战 你觉得最大困难是什么 我觉得是 刚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确实文化的融合 整个环境的融合 确实我们刚到硅谷来 我觉得当然卢总 带我们团队来 人生地不熟 融入这个社会 包括书房 都很困难 他逐步呢 得了像丁丁 张亮我们这一名朋友的帮助 当地的各种 政府的企业家的帮助 这个社会的帮助 那汉汉才一步发展 因此我教育我的 这个也不是教育 和我们这个和我们同志 分享 我们一定要涌欢一个感人之心 因为汉汉的今天 发到今天 确实对于 这些各阶层 朋友 包括这个各个协会 各个合作伙伴 是他们的助力 帮忙 在每一个阶段 因此我就 有着他们帮助 我觉得汉汉 才能够在两年半 不到三年时间 我们陆陆续的 在美国 加拿大 德国 即将开六个元旅 你们发展的确神速 我觉得这一方面呢 也是跟你们的 就是像你说的 怀着感恩的心 另外一方面 积极的进取 张亮其实你是去年 入驻汉海 这个中关村汉海 不化期科技员的 对吧 对 去年四月份了 先讲讲你的公司吧 这个Trust Look 我们是一家 专注于移动安全的 一家公司 我们想提供 下一代的这种 移动应用的一种检测 和这种病毒的 查杀的这种解决方案 这是我们的公司 的一个简单情况 你刚刚讲到下一代 你觉得下一代的特点 应该是什么样的 下一代就是说 现在的问题很多 移动安全里 我们天天有扣费 我们天天有新的病毒出来 拿我们的隐私 data 都送出去了 我有这么多的杀多软件 在市场上有超过了十几家 接近二十家杀多软件公司 但是根本并没有解决现有的问题 我们就想能不能有一个平台 我们推翻掉现有的这种 根本不工作的这种 solution 重新建一套 然后来解决用户 最根本的这种隐私保护的需求 然后用户手机安全的需求 这个你是住住到汉海 认识了王总 认识了汉海这些人以后 你最深的感觉是什么 很简单 对一个创业者来说 我们不是超人 我们只能做很有限的一部分 像案件列人工作中 最主要的 我们擅长的 我们去做 我们不擅长的那些 比如说市场 比如说BD 这种商务开发 这方面的话 我们要借力 借力的话 就是说 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 一种你拟拟了很多的资金 还有一种更有效的办法 就是借助这种 孵化器这种力量 然后他们有现成的 这种营销的团队 他们有现成的 这种marketing的团队 可以帮我们在这方面 一是资金上 更重要的是时间上 做到一个最优的一个整合 再一个原因的话 就是孵化器本身 就是一个ecosystem 就是说它是一个生态系统 在你这里面的话 有各种各样的 entrepreneur 企业家在这边 他们会跟你聊 自己创业过程中的 这种故事 心酸 然后还有他们一些 成功的一些诀窍 对吗 你会另一步的话 有一些创业之间的交流 这种对我们来说 也是蛮多的 你现在我觉得是 创业公司里面 走得相当快的 你是去年才成立的公司 对吧 但现在已经的产品 已经快出来 而且有不少投资人 对你已经感兴趣了 对 我们 我们7月26号成立了 在过去几个月里面 我们是 我们拿到了一个 天使人的投资 这人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们够我们 近年的一个花销 但主要的是 我们的产品 我们必须要 Fox and Niner这边 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 然后 如果我们做得成功 投资人就会 更责投资人 对 其实你讲到孵化期 其实有不少的孵化期 也有美国的孵化期 也有中国在这边 开的其他的孵化期 在这种文化融合上的话 其实 我们 我讲中文 永远讲的比英文要好多 对吗 对中国的交流的话 是没有任何的隔阂的 交流的非常流畅 在这边的话 每个人 朱斌 Webster 哈光 对我们很多的帮助 帮我们带来不少的新的投资人 我们有很多投资人 其中很多都是他们引进来的 我们的话 可以说是坐享气成 只是坐在那边 做自己软件开发 这方面相关的工作 剩下的很多事情都水到去场 王总 你是怎么去看这些创业企业 比如像他的企业 我知道我看过很多的创业车 他们的项目 都是蛮不错的 大家可以听到说 你们已经给他很大的这个支持 甚至找投资人啊这些 你是怎么去挑选这些企业的呢 你怎么看到他的潜力的 这个创业呢 我是一个创业者 到今天也算创业者 其实特别创业初级的时候 应该非常之困难 对 第一是团队 对 资金 各方面的因素 如果所有的经历都记住了资金 市场团队 他可能这个创业成功的记录性 非常之低 那么需要一个园区 一个平台 一个孵化器 能帮助他解决一些相关的问题 能够助理他成长 那么我觉得 像这个 张亮的团队 那我们看企业 首先看团队 那首先看带头人 你不过就张亮的团队 那我们就看中了是他 也是他的这个 第一是团队 那个带头人 第二 才是他的产品 那我觉得相信 他这个公司 就像刚才讲的预测一样 我想已经要看好 因此我们才能够来 再选择 投资 助力 这样的话 我想让一大批 这个 创业者能够来 这个平台能够成功 那么第二点呢 汉汉呢 一是国际化 那更多呢 我们在国内 也有六大洋区 我们现在深圳 也有这个 基地 那这样的话 就是包括第二呢 第三点 我们整个国内的园区 也有联合 那这样的话 将来 他们的市场 如果推向国内 不仅是中国 你像将来 如果推向大国 推向加拿大 我们都可以助理 对呀 就是将来我们 汉汉的园区 推向全球的话 那我想 能够助理 他们的产品 能够向全球推广 那这些事 我觉得 选择汉海也好 我相信 张海你选择汉海 对的 我觉得汉海 一定和你共同成长 那你张亮 你作为一个 这样的创业者 你也得到了汉海 这么多的帮助 你觉得说 未来如果你有一天成功了 你跟汉海 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是一个共生的关系 我觉得 我们如果 做得很成功的话 我们会回过头来 帮助接下来 汉海这些兄弟企业们 他们的这些 我们会告诉他们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怎么做 就能够以最短的距离 走到成功那个地方去 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生态系统 如果我们每个企业都成功了 汉海的平台又更成功 比如说 现在的话 我们就 在最开始的一个阶段 我们要接力 我们要接上各个汉海这边 给我们所有的力道 我们最好能撬动 他这边所有的资源帮我们 市场 营销 投资人方面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 可以把我们的产品推向市场 可以能够进入下一轮 下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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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就是说 有很多的创业者呢 当然不是每人 人人都会像张亮这么幸运啊 那王总有些可能创业者 也就是说 不管是项目呀 或者说他的整个团队 或者是有一些欠缺 或者说下面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 这样你们会怎么对待呢 但对这些企业呢 我们一起 你看我们有很多导师 你看 包括张守成教授 你包括这个莱伦 包括余军 吴军 他们应该说在湾区 应该功成名就 他们一直把企业 有的做上市 有的也很成功 通过他们的引导 我就创业 初期有想法的时候 通过导师的引导 能够让他找到一条方向 路子 刚才张亮说的 我就传承 实际上汉海的文化 就是一个成人大集 刚才我觉得很赞同 张亮这个 这什么叫文化的传承 他成功了以后 他会帮助其他人也成功 实际上汉海 我们的经理 文化 韩信思想 就是成人大集 让我们路夫企业 让他们成功 我觉得汉海成功了 而当地 就三和三 和九金山 我们 波林根姆市 他们的经济发展了 助力经济发展了 那我就汉海成功了 我们在当地 安排就业 安排多了 那也就成功了 因此我觉得汉海 到美国也好 到德国也好 到德国也好 那首先我觉得 能够让当地的企业 当地的经济发展了 那我觉得汉海也成功了 对 刚才呢 王总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 汉海呢 这个全球化 其实呢 就是一个 他自己的原则 那就是成人打击 常怀着感恩的心 那么到这呢 我们就先告一段落了 非常谢谢王总 也谢谢张亮 谢谢丁丁 谢谢张亮 我们身处在硅谷 这是世界的创新之多 到底什么是创新呢 我也值得一个追求 有想法 要有梦想 开放和包容 人的relation 对他生活中需要的东西 做出来 他也许呢 是一个产品 也许呢 是一个文化 也许是一个做事方式 也许呢 是一种思想 它可以是任何的东西 就是打破你 旧有的思维 和传统的限制 这是一堂名为 硅谷看世界的网络电视节目 它创办于2009年 以访台的情势 讲述美国硅谷地区 成功 他人的打拼经历 在短短的三年间 就播出了2000期 点击量超过1000万 谢谢观众朋友 您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 硅谷看世界节目 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呢 叫做云端生活机遇 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 是在全球打造中国软件品牌 创新的就像野草 野草蜂长 真正具有自己的生命力 我的志愿就是 想能够替国家的这个科技事业 能够有所帮 做生意都是应该说是有特性 你要跟大家都做了一样 就没有特性 人得对 然后这个市场都没有对 然后你们创新 我原来一个资料 在一个PC上 那我现在能不用PC去存 那资料放在哪里 就在一端 一个法国人他讲的 就比较浪漫一些 你们的产品 让我恢复了对人性的信心 我们在分享一些质值的 一些好东西 与美国的主义 硅谷看世界的就是 立足硅谷放眼世界 同时也向世界各地的人学习 在硅谷这个地方 就是东西文化交界的一个地方 而我们就像一个桥梁一样 5509 5509 4104 5609 5509 5509 5509 1501 5609 6509